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哦 打傷害 這個隊友加起來三倍 這邊成功的推回來 但是玄武飛炎的話是被小兵擋到了前面的三發 對 看一下Pony有沒有辦法Q一個 啊 金子有中 要飛進去嗎 進去了 成功的拿到了First Blood 蛤 攻擊裝 呃 也是攻擊裝啦 但是不是最 以輸出來講 不是最好的一個攻擊裝 偏刷了 成功有推到 又推回來後 這個玄武飛炎直接打出來 並說MAS的閃現 但是他還是倒下了 是啥啦 漂亮 哇 那現在的話Win的 剛剛抽完了這個紅BUFF還是沒有上到六等 對 這有點 有點慘烈啊 Pony往上漫步走 現在 哇 要自殺了 要自殺了 遺落的位置有點深啊 百年素人是吧 大決心丟出來以後Pony 踢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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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後的話 好險喔 這就是光換一換一選手就是比較好 有沒有這個可能 如果做到 啊 一講完就被抓了 一講完馬上被抓到 往回這個超人解放 丟出來以後還插一下普攻 啊 哇 WIND成功拿掉 他們走回來 還是來得及吃 喔 中部成功推到了 喔 喔 這個就把他自己自己給推開 哇 到場支援員 這個WIND是被 推到一半折返跑耶 不出版以後 這個是命中 三個全中 現在可以彈起 三個人全部都被彈起了 踢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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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ny先踢掉一個人 逃以後 還沒踢 還沒踢 大決的時候 把尾踢出去的話 是有機會把三個人全部都踢掉了 對啊 欸 他剛剛為什麼不踢啊 我說 喔 留著踢UNIFY啦 接下來的目標 落在UNIFY 身上 喔 這水晶片出手有命中到UNIFY啊 留著沙拉 夾當Pony的傷害補足 這一個李星已經暴走了 他就是有被定住嘛 我們再看一下 這邊咻咻的話 哇 他是在 司法的動畫當中被MARS推到喔 但是他後來 來了這一個推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關鍵 直接把兩人推回來 我們再看一下SUKI這個 彈大星系 哇 一綁三 是綁到後面那個人 彈起三個人啊 彈起來 彈起來 喔 可能是在虛弱了吧 喔 他可能虛弱不想踢啦 喔 那我覺得還好啦 還好啦 而且他在中路的話 其實可以靠著他的身體之急 然後水力地表 可以對方更大的威脅性 哇 這個水晶片又命中 哇 為你的身上啊 哇 哇 大腳一踢Q1Q2傷害補齊 最後人頭是落在塔莉亞身上 後期上面的發揮 差距比較好一點 差距三個人就在這個三角手衝 直接 引起長攻照到以後 魔法水晶鍵出手 MARS馬上瞄解掉 勉強蓋過來以後 哇 SQUOR逃不掉啦 POLY 可以 然後你看 欸 轉掉一塔 欸 馬上 轉中 看起來是有機會把消耗到更多血量 但是尼諾從側面一個閃綁 綁在SUKI身上喔 把他給撞回來 直接血量 哇 直接被不太王給放倒了 還要持續追擊嗎 Nexus往左半邊撤退 直接灌倒了 你看SUKI連大都沒叫到 欸 上半步 回來 看到的是POLY被MARS給單殺掉了 就是 可能是做壓力測試吧 我們看一下這個到底怎麼死 啊 回家啦 回家不然還沒等到 他這個掃眼剛才有看到 欸 這裡有人 哇 再直接炸下去超能力測 他這個拉打性質比較強的一隻角色 哇 波MARS今天出手打在SKO身上 閃現硬房 彈起來後 哇 Q2的傷害成功的把SKO給秒掉 而且尼諾想要過來做支援 是被推 往回推以後 前半步 秒準的目標MARS被纏了上來 UNIFY也是被限制了一下喔 但是現在的話反而是 差距的隊友們都往下半步走 那次是一個人被留了下來啊 在長城這個時候蓋 這個牆蓋起來的話 要看差距敢不敢打 不然的話這個長城的 目的感覺也沒有什麼太好的效果了 對 龍奔奔這幾個位置給逼退了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我們來看REPR的部分 這一次 先把SKO打 打掉 SKO基本上沒有做什麼事就倒了 對 而且Win這邊也騙到一個虛弱 虛弱其實這個陣力自己放得還不錯 沒有錯 看到SKO這邊 龍奔奔是直接被UNIFY點掉 然後Win這邊再加一個W 直接把差距的後排血量全部壓殘 反而是Nexus的感覺就有點被賣了 因為Nexus是完全走不掉了 但其實我覺得Nexus他瞄準動這條了 小龍了 但尼諾好像沒有想要讓的意思喔 喔 這裡又抓到人了 又抓到Win 大兵箭射過來打在Win的身上 Win的血量剩下一半了 前半邊尼諾一個人 是面對對方兩個人啊 SKO倒了 SKO倒了 SKO的血量剩下一點點 三分之一左右往後拉開 Win已經先被放倒了 前半邊尼諾要來跟著方硬換 Win的血量殘 倒了 Win的血量剩下三百多滴左右 Nexus要把他收下來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波波球果下來 萬念起發 這邊有一個龍奔奔在等著 前半邊Pony也收掉 SKO Nexus在把他頂住 然後把UNIFY收掉 這個其實很關鍵 因為UNIFY其實是 剛開始的話看起來是滿血進場 然後他要幫你收 這裡看一下 這個尼諾跟Win的話 應該都是要去綁龍 蹦蹦 Win剛開始前期吃了一套 有一點可惜喔 哇 硬收這邊就是剛剛所講到的 對 這邊看一下SHU SHU 這邊SHU感覺是非常非常的殘 哇 其實是這個SKO這邊的話 是吃了尼諾一套 被拉掉 這個虛弱非常關鍵 對 然後SHU SHU這邊再跑到這個視野盲 去UNIFY沒有辦法點到他 哇 成功收掉 雖然Mars是有換掉塔利亞的人頭 對 這裡的話真的很關鍵 就這個進場是逼著UNIFY跟Mars用點探 直接 直接被探死了這樣 大概差200D 一個黑暗星體他就可以倒了 那個Nexus與他的套側朋友 哇 然後上半部 Fireball 帶了三個人過來要來夾擊Nexus了 這裡差距其實沒有這麼反制的手段 對 所有的招式都直接交出來 發生到超人解放 但是他的血量大概還有 大概300D 400D左右 沒有問題喔 Winzer 成功能帶走 再來看一下這邊的配置喔 哇現在的差距在蹲點啦 尼莫走在最前面 被對方直接纏上 喔喔喔喔 打到後面的Skull Skull 吃了一個大D50的大絕前方的大團戰 哇這裡SHU SHU直接被推倒 這邊SHU SHU直接被Mars給斷倒了 感覺比較像是 想要把對方的撤退路徑被封起來 但是往左邊走就遇到了 一個星朵啦 他是直接被單關一套 好像是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你看這邊Skull SHU SHU就說 啊我半解來了 呃對不起 哇閃過來硬殺 哈哈哈哈 我看來還是有打嗎 哇又走回去了 哇現在的話 上路的兵線已經慢慢湧進了 對 狀況有點 有點尷尬啊 一個牽制的一個打法 這裡FB的人 要趕快趕回來囉 哇直接關牆 要來硬吃了 看得到吃不到 哇閃現過來尼莫要來硬 現在血量非常的慘 他有沒有辦法收掉 收掉 哇遠古巨龍最後是被星朵王給拿走了 Pony也被放倒 稍半部Nexus交閃 但是也沒辦法 也沒辦法逃掉啊 倒下起身以後 再度被所有人爆打直接放倒 這一次 遠古巨龍死的交戰是Fireball大獲全勝 對 他們這個一個人員都沒有倒下 直接把人員全部灌散 我們再來看一下最後一下這個replay 當然關鍵點我覺得是蘇皮這裡啦 他沒有看到大絕直接被灌倒 這個太誇張了 對他是直接被薛克森推到 然後常常解放就倒了 而且他是為了防Mars 我覺得他沒有必要去防那個牆中海戰 啊這個真的是可惜 這個沒有必要防 然後龍奔奔這邊我覺得拉到 啊他這個閃現我覺得龍奔奔已經較早了 龍奔奔這個閃現 所以沒有必要這麼這麼早交 還可以再做一點咻咻的 他們有點 包含到咻咻他的血量 還有艾琪的血量 基本上都是接近滿的 他們是接近滿狀態的喔 對 但是他們不太敢去跟對方 這種高爆發傷害一打 他是算那個冒改 應該時間差不多 因為冒改剛剛一直閃現過來的時候 其實黃就應該交了 他那邊 差不多 然後就想要 就想要閃現 但你看 這個 看起來這個雙龍附體 很有可能 很容易GG喔 這裡Mars只要灌到一個 對不起 對不起 我也講完Mars就死了 打在Mars身上 Mars是直接倒啦 哇這個 這個CC接得真的漂亮 大坦有沒有 而且還有很多的CC技能 你也可以自己觸發被動啊 還不錯嘛 改版之後可以玩 好 再來看一下這邊 Nexus會不會飛流 欸這邊是五打四喔 那是五打四喔 Nexus幾乎沒損血 沒有差 前半邊的話 Nexus血量剩下一半了 哇 UNIFY這個 頭巾 直接硬抓 但是Nexus的坦度不夠 還是倒下 龍笨笨在前面 Winner要來硬抓 哇這個金屬彈幕 刷掉龍笨笨的人頭啊 哇 UNIFY這一波非常非常的漂亮 他是直接一個 被這個 呃 擊飛半空中的話 直接水銀 然後閃現拉掉 我們現在看前面這一波 是Mars被抓的畫面 哇四眼盲區 這個抓的真的非常的好 這裡真的是就吃定Mars經驗不足喔 然後最後再來一個MRT 這邊SUS可以直接灌啊 這個是成功的把SUS先抓掉 然後不然到上次 有一次是先把SUS抓掉 這兩次都還蠻關鍵的 欸SUS上車了 哇 直接踢到Mars 哇好漂亮 TP亮了起來 而且後半部Nexus也已經過來支援了這個大絕 彈起來了 對方的下路雙線組合 前半面SUS跟LMAMAM的狀況都還非常好 不斷做傷害 不過NiR好坦喔 NiR好坦喔 NiR現在還有超過4分2分 他沒有用 他還是隱形沒有辦法 專注射擊開啟 現在尼諾也終於坦不住往後拉開了 查局有辦法在流 出口高到WinWin倒了 Skull也被還到 這個的話應該就有屏障 哇繼續上線追擊 再抓到一個Skull 連尼諾都倒 剩下一個UNIFY 哇4 3分鐘 這邊一剛講完應該是會直接去喔 所以Mars回來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結束比賽了啦 皮皮亮了起來 Nexus直接靠過來 這個水平現在打在UNIFY身上 瞄解 馬上瞄解往後拉開 這大絕的話是 撒在Mars身上 不過其實拉的位置都還算蠻漂亮的 尼諾的血量很殘忽 你感覺要倒了 尼諾的血量剩下一點點 哇這個方便要直接噴掉 龍笨笨啊 但側邊的話UNIFY也被放倒了喔 現在差距 這邊應該不敢了 這邊應該不敢了 全部血量都太低了 只能趕快逃脫了 這邊搞不好還會被留人喔 這裡其實非常的 要非常的注意 Win的直接開引擎 跳上去 要來應收 有緩到Nexus 有緩到Nexus 但Nexus身上是有的復活甲 哇 啊不敢追 哇好險Suki是有出這個綁 留住了對方下路 對方的輔助加上打野位置 欸對 這邊的話 先來再看一下第一波吧 第一波是個猛力 這一次非常漂亮 先抓掉Mars 真的真的猛 他這個是W小兵 然後一個閃啊 哇 很精彩 這裡我覺得 是不是其實可以直接坐車進來啦 真的可以坐車啦 然後 龍笨笨的話 OG被虛弱了 先往後拉 拉一下 後面Nexus出溝 對 連續兩次出溝其實都非常非常的關鍵 然後龍笨們也同時 龍笨們加這個 啾啾這兩個點位 其實都有這個 閃溝 永久性的緩速的性質在 所以我們看到FDJ後來就拉 就走掉了 完全跑不掉啦 而且尼諾其實 他在前面已經開的反式漩渦坦了 非常有的龍笨們 開啟專注射擊 硬吃 這裡要 Win這要拼重擊了 他現在只把人跳下去 太早了太早了 太早了 現在所有人 反而是要有傷害 直接灌在他身上Win了 直接倒了 我其實覺得激色的翻譯真的錯了 MAS MAS的血量雖然被耗了很多 但是整體的位置還算安全 而且尼諾 尼諾也很關鍵 他一直靠著這個繞後的壓力 出溝 這次勾到的是尼諾 尼諾被踢了回來 喔 不過他是飛躍隊 你自己直接跟上 前面Nexus已經要先倒了 看起來要倒了 看起來UNIFI的血量 UNIFI交自癒 然後往後拉開 前半邊 掌握前半 還是灌倒了 咻咻 這個C-D-A的傷害實在是太誇張了 對 那現在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replay的部分 這邊出溝其實 尼諾他是跟著Vetween過來 沒有錯 而且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龍奔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是被UNIFI這邊碰得有點殘 來看SUSU的位置喔 SUSU到底是怎麼死的 對 這應該是被灌一套而已啦 也沒怎麼死 直接丟一個超點解放 他就倒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車感覺不是捷運啦 我記得捷運是比較安全一點的交通工具 零車 對 上車啦 喔 下半路Pony又被抓到了 往左半邊逃 而且Win一直在找 後面Win在側邊喔 哇 這邊被推到 Pony被丟了下來 交閃往右半邊逃脫 就被砍了一套 Win...啊 Win被流直接倒 直接倒 但是前半邊 Pony沒有死 哇 又被窗的解放直接放倒了 看一下 喔UNIFI這波好關鍵 中路都倒下了 Pony一踢 也把UNIFI給放倒 現在的話 是上路跟輔助的對決 Pony起身 還要再引流對方嗎 應該打不出什麼吧 對 其實3打2 感覺Skull要趕快拉掉 我看一下Skull有沒有辦法拉 哇 這個群盾的話應該是拉掉啦 但這裡 我覺得應該是守不住這個兵營啦 對 因為F2 Fireball主要的三個輸出點位都已經倒下了 欸 剛剛這個Win的進場就有點 有點多了 有點多了 呵呵 喔 又直接結束掉比賽 哇 這邊小兵也都慢慢湧進來 我覺得難度蠻高的欸 對 而且尼諾再回家以後 現在狀況是很好的 過來要他運手 應該是可以拔門牙啦 但 我覺得沒辦法結束 有辦法結束嗎 可是我怎麼覺得Pony要死啊 對Pony的血量剩下很低喔 Q 直接往後靠著小兵往右半邊拉開 再用重擊把槍稍微拉強一點點 你們真的很硬要欸 怎麼這麼硬要啊 沒辦法沒辦法 看起來是看開喔 發起平常看這首我還記得 發起 好 現在的話 發龍獻中 Fireball 喔 要來蹲了 要來蹲了 這一次的蹲點水晶天出手 打在Win的身上 側邊Score先倒 不錯不錯 這樣應該可以close了吧 Win也走掉了 小兵部用的反鞋也很殘喔 這個車 過來以後 不過是 稍微把自己的 輸出的 位置 稍微限制了起來啊 但是沒有關係 還是有換掉對方的Win的 對 但兩邊的Jungle都倒了喔 現在要來硬吃巴龍 Nexus的位置其實非常非常的尷尬 我覺得他不應該這樣子打欸 哇 Nexus直接被放倒啦 2 對 不過其實UNIFI也已經慢慢靠過來了 連心躲牙也已經靠過來了 這邊吃了速度 UNIFI 有沒有可能這把打完 XG還是成功的拿掉這條巴龍 好可惜喔 再打死很重啊 現在 哇 一箭就想要 喔 這邊三棒 龍門門的血量非常低啊 這是在往後拉開 現在對方的傷害是沒辦法 即時補上Win的又跳進場了 前半邊Nexus 吃著對方所有人的傷害 血量剩下三分之一左右往後拉開 Pony又被暈到了 喔Pony倒下來了 被放倒了 Win要持續往前應收 Mars現在往前 哇 震天自己 哇 Mars又被放倒啦 UNIFI要趕快回去補一下他的魔龍 他這樣子沒有魔龍的話是沒有辦法打人的 欸欸欸欸欸 我覺得這裡好可惜喔 哇 看起來的話現在 開了一個全架樹 差距是想要來直接結束這場比賽了 Mars還有40秒才會重生喔 這邊一攻 喔 看一下喔有抓了兩個後排 抓的目標是Nexus Nexus現在身上是有著復活甲的 出勾勾到 哇 尼諾先倒 先把這邊 Score也倒 再放到一個 哇這場比賽 恭喜差距 遊戲時間58分鐘左右 哇 贏下第二場的賽事勝利量 對戰成1比1平手了 對 是 絲綠 還看 我們在哪兒 過了 結果 會